那麼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看這個蘋果 蘋果現在也是全世界賣最好的手機 現在它推出了也可以說非常踩在現在的趨勢上 它要強攻先買後付 這是一個非常實的概念 當然早就有了 叫做buy now pay later 之後再來付款但我先享受嘛 那現在美國之前市場已經正式上線囉 他說你六週內分四期付款 然後不用利息 也不用手續費 聽起來真不賴 我就這個可以分期付款買新iphone嘛 但是為什麼蘋果要做這件事 我們要有請停號 但我們來看看 他不給這個不用利息 然後也不用手續費 那請問他要賺什麼 這其實他其實就是嘗試的進行延遲消費 所擴大未來的營收想像空間 因為不管怎麼辦 你終究是要付嘛 但是如果我能夠讓你延遲消費 也許你就插這一個衝進就買下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其實apple pay 因為他我自己有用apple pay apple pay本身就綁信用卡 所以其實你在用apple pay的同時 你已經在使用信用卡 等於你已經在延遲支付了 而apple pay later 他的服務是你延遲延遲的支付 等於是你把整體的這個付款時間拉的就更長 那我就可以做更高的消費 對 就做更高的消費 而且是無利息 也就是蘋果先給你貨嘛 那我的利息反而沒有變動 所以基本上值得觀察 因為蘋果在過去幾年 那我一個好奇 我之後不付會怎樣 之後不付 應該就會被收回去吧 他會把我的那個iPhone收回去嗎 對 而且還要把你留下來洗碗 看狀況 他主要還是信用卡商的問題 我猜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理解到 蘋果在過去幾年 其實在整體多元經營上 已經有非常顯著的改變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其實全球手機市場 跟全球車是一樣 都有一點飽和 我們之所以去講電動車 我們之所以去講5G手機 其實都是在蠶食原本的存量市場而已 所以蘋果在過去幾年的改革 其實已經非常多了 比如說我們以蘋果 在整個22年的財報來做觀察 它在整體手機 整體的營收成長上 大概在7.9% 大概賺了大概有 大概200 2000億左右 200億左右 那我們可以觀察到 像是Mac iPad 整體成長率 你像是iPad 甚至是負增長8% 那有些就增長速度 來得非常快的 比如像是服務部門 增長類別 增長的幅度 大概高達14% 那服務部門是做什麼 服務部門就是我們講的App Store Apple TV 這些服務營收 目前整體的權重 已經蓋掉iPhone以外的所有硬體了 過去我們講說 蘋果賣最好的 第一個是手機 第二個就是電腦了 第三個是iPad 或者一些穿戴裝置 現在服務部門是完完全全的 就緊跟在手機部門之下 所以如果有這麼多元的發展 蘋果到未來 就是不會是硬體股了 它可能會往軟體股來賣進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方向 我們先來看一下蘋果中長期的營收變化 來做一些借鏡和觀察 各位可以觀察到 老實說蘋果該過去一段時間 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大部分的主要營收來源 都是藍色區塊 也就是我們講的iPhone的營收 可是你看到這幾年 iPhone營收的比例 其實是越來越小的 那其他三個 你像是紅色的穿戴裝置 或者綠色的Mac電腦 或者iPad 老實說在過去幾年 19年以來都沒有大幅度的變動 它的營收比例就是比較穩定一點點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 服務部門的營收 在19年它算是比較小的 但這幾年擴大的速度 就比較快一點點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 蘋果未來主要是以服務營收 來進行 這個蘋果在全球手機市場 飽和底下呈現多元經營營收來源 這種象徵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它會推出各式各樣的服務 這種服務 它有可能是讓你的消費習慣 來得更加愉悅 它有可能是在各大廠商 引進到App Store當中 多抽一點稅 但是不管如何 它都在進行這種營收結構的調整 因為它知道手機市場 早就已經飽和了 我們可以觀察到 這張圖表左半部是蘋果 在手機部門的營收變化 右半部是服務營收的變化 各位觀察到 蘋果本身在手機銷售 它就有淡忘季 像現在就是淡季 因為現在在等年底 iPhone15的售出 那要看一下第四季 會不會像過去幾年一樣 有明顯跳升的表現 可是各位可以觀察到 老實說在一八年一九年 蘋果雖然整體手機的營收 還在環部電高 但是其實增長 是有一點乏力的 這是很確定的 可是我們把焦點 移到服務營收的部門 各位可以觀察到 它是每一個季度都在創高 它幾乎沒有什麼淡季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不斷地進行拉伸 所以我們才可以了解到 照這種速度 基本上再過個十年二十年 蘋果基本上就不會是硬體股 所以這個趨勢不會扭轉 就會一直一直在往上 沒錯 為什麼 因為手機它會保 但是手機裡面的軟體 始終蘋果都還有增長的空間存在 我們過去跟投資邊有分享過 這張圖表左半部是 全球智慧型手機的出貨量 我們可以觀察到 大概一年 大概賣個14億支左右 大概在18年17年左右 可是你看到18年19年以後 這個下行速度就非常快了 而且你看到在二零年到二一年 基本上就算有開始進入到復甦格局 全球對於手機的使用的消費 甚至連一九年都無法達到 這說明什麼事情 說明手機真的越來越好了 不太容易換 不太需要換 對 怎麼用都用不換 那你就沒有換機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 即使智慧型手機 在一個明顯的下行區間 但是蘋果的市占率 從大概一九年見底14%以後 二零年 二一年 二二年 就是不斷在走高當中的 而同類型的 你比如說看到三星 三星大概就是從原本的二十二 慢慢下滑到二十 小米的部分 的確快速的增長 但是那是因為華為市場 被拋出這個被擠出市場的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到 其實蘋果在過去幾年所做的轉型 它都是在布一個更大的局 這個更大的局就在於 未來的智慧型手機市場 在飽和的狀態當中 我要擴大自己的營收來源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蘋果未來 人家說它會不會做智能電動車 都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這才是一個大集團 該有的方向 它的全值已經是全美最大的股票 它就不能拘泥於單一市場 反而必須跟隨著時代的演進 來追求當下最為關注的商品 當然 現在市場上最關注了 好 那你說iPhone15 會賣不好的意思嗎 我告訴各位iPhone15 還是很有機會賣得好 而且賣得比iPhone14好 為什麼 因為今年iPhone15推出的時間 剛好就是美國的復甦期 今年預估美國GDP 大概在二三季度 是來的最為差勁的 第四季按照機期效果 它就會進入到復甦週期 也就是隨著iPhone的推出 剛好市場的消費開始回推 那各位可以觀察到 其實在整個二三年的一季度 蘋果本身的庫存金額 已經來的最高了 但是按照過去以往推論 比如說以二二年為例 都是一季度最高 接下來幾個季度 就會有比較明顯的滑落現象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蘋果應該在今年一整年 都可以保持在 四成二到四成三的毛利率 雖然它的毛利率 還是略縮於台積電 它體量大 我們曾經跟投資朋友分享過 這個第二名跟第一名的關係 其實非常遙遠 台積電雖然大 但是它大不了自己的客戶 也就是蘋果 所以蘋果未來的方向 跟整個台灣半導體的聯繫 也是持續發酵的 只不過蘋果它看的眼光 已經不是短期內三年到五年的 半導體問題 它已經不是單純 局限在自己的M1晶片 而是十年二十年 那個手機已經飽和的市場 是好 非常謝謝廷號 但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蘋果 當然它現在推出了這種新的一個 這個付費享受的一個方法 這樣的一個方案 已經在美國正式推出了 那目前我們台灣現在看起來 好像還暫時不行啦 但是如果伴隨著新的iPhone推出 然後又有全新的一個付款 享受的一個方案的話 會不會推升它的一個買氣 我們就來持續觀察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在昨天有一場會議 這個會議 我們來看這場會議 叫做台灣IC設計的 一個政策白皮書的發表會 那我們看到都是很多 也是這個科技產業的大佬們 參加這場會議 結果他們說 他們只有一個新生 就是我們的政府 不要只注重硬體建設 不要只注重晶圓製造 他說在設計端 也應該要好好的鼓勵他們 所以我們看到 這連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就出來講了 他說現在台灣的IC設計業者 也很需要政府的澳元 到底是何原因 我們要有請廷號 但我們來看看 他說現在中國 給他們很大的壓力 主要是因為 不管是全球各地 不管是美國 歐洲 還是中國 其實都已經通過了 陸續的相關晶片法案 那麼他的政策 就不會是因為 換屆政府就有可能轉向 而是具有法源依據的 所以他是一個長達 十年 二十年的規劃 但台灣目前在 半導體整體法案上 並沒有做很顯著的規劃 大家能夠想到的就是 政府的補稅 補貼的優惠 稅收上的減免 或者有時候在大學 成立一些半導體學院 不過我聽我學弟講 半導體學院 要進去也很難 人數並沒有 開的名額沒有這麼多 他主要都是集中在 博士班居多 所以等於是 完全就是針對這些 高階人士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目前為止 因為台灣還沒有一個 非常明顯對於 半導體法案 未來長遠的想像空間 那就會讓市場上 壓力倍增 尤其對於聯發科來講 聯發科其實有 非常多的客戶 是屬於陸系客戶 包括小米 OPPO 那我們都很清楚 全球半導體都在地緣政治化 那麼隨後 這一些陸系客戶的單 還會下給台灣的廠商嗎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你國家要有一個 中長期的規劃 我們可以觀察到 美國早在二二年 就已經通過 當時我們提到的 晶片法案 五百二十七億美元 它就是依據這個 晶片法案的法源依據 我們可以觀察到 包括人才的培育 和國際合作等等面向 當時其實 這個美國已經設定好 本身的金額有多大 那今年是不斷的增加預算 同時間我們也看到了 在二三年 它的成效就已經到了 該設廠都已經設廠了 我雖然短期內 Intel無法提升 我自己的先進製程產能 但是我逼台積電過來 所以我算是依據 這個法源依據 已經達到我初步的效果 那歐洲也是一樣 歐洲的晶片法案 在去年的二月份就推出了 投入金額比美國少很多 只有四百三十億歐元 但它的目標 是在二零三零年以前 在全球有兩成的試占率 這個難度是很高的 但是歐洲一樣 它的優勢存在 歐系在車用半導體層面的 試占率算是蠻高的 包括恩智浦 英飛林這些 所以如果未然能夠 從第二代第三代半導體 來進行切入的話 那是有機會能夠拉抬空間 所以歐洲現在最缺的 並不是IC設計商有 它缺什麼 缺製造端 那製造端通常跟風磚端 風磚端是做一些聯繫的 一起共進退的 所以只要台積電 願意在德國設廠 那歐洲的車用半導體 就能夠崛起 那日本的部分 它也採取了半導體產業的 緊急強化方案 叫緊急 你才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去年的熊本場 是如火如荼的開出 那韓國也是 過去我們曾經跟投資朋友提過 韓國叫做K半導體戰略 K就是Korea 它預估在未來會進行大規模資本支出的提出 那也一次有法源依據 所以這就變成了 未來這些國家 它在半導體上的政策 都是具有背後的法源依據 不是我當界政府說了算 我就是要撥這麼多的錢 但是台灣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一個很顯著的法案 來幫助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而且感覺過多集中在製造 以及封裝的部分 反而忽略了上面的IC設計上流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各國半導體廠 都已經陸續在台投資了 包括最近美光的財報開出來 感覺最谷底期 似乎已經度過了 那美光現在在台灣設定 相關的研發中心 投資了800億 那你像是艾斯摩爾 去年前幾年都是艾斯摩爾 把這個機台分裝之後 運到台灣 現在是直接要在台灣製造 在台灣進行組裝 那包括我們換到心思科技 或者相關高通恩赤補等等 都已經在台灣設廠了 只有這麼多的廠區 都在台灣設廠 那很清楚 一方面資金進來了 但另外一方面 他就有技術移轉的問題 這些歐系廠商 美系廠商 他不是單純就是以合作的角色 跟你做合作 他也是希望可以有 把部分的技術轉移回歐洲 或者美國 因為現在台灣有部分的優勢 那你如何確立好 一定的法源依據 來幫助的台灣的相關廠商 就特別重要了 我們講聯發科 為什麼這次蔡明介特別提出 因為都很清楚 聯發科目前的主要客戶是入席客戶 而聯發科現在最主攻的 其實就是5G晶片 手機晶片 那我們看得很清楚 全球5G的出貨量 是在高速度推升當中 大概到五點四億支 那到二二年到六點二億支 所以上行速度非常快 那重點是 他還有更多成長空間 因為5G的滲透率 才五成五而已 什麼意思啊 現在一百台手機只有五十五台 是屬於5G手機 大部分都是iPhone 還有四十五台 這個空間是可以增長的 但問題為什麼 聯發科這麼緊急呢 因為中國市場的智慧型手機 在過去兩年是非常之疲憊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 幾乎是一個直線下滑 即便二二年二三年 目前的復甦力度 仍然回不到一九年一八年的水平 但全球的智慧型手機 銷量早就已經回到 一九年以前水平了 這說明 如果大陸市場持續的萎縮 聯發科是要想辦法 找到一個更堅實的客戶 要不然如果大陸市場不斷的萎縮 那陸系客戶的下訂單的量 量能一定不會多大 所以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加上現在全球都在IC設計自我化 你包括蘋果也設計自己的IC 包括Google 微軟 大家都喜歡自己設計 那對於聯發科這種 純IC設計商的壓縮空間 來的就更大了 加上陸系半導體 最近有非常多IC設計公司 開始冒出頭來 有沒有可能壓縮到 聯發科的空間 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看到 中國的半導體的自主計畫 現在不只是針對設計 製造 封裝 以及相關設備和材料 基本上我們看到過去兩年 應該講過去兩次 中國半導體計畫分為兩期 一期叫做一四年成立的 叫第一期大基金計畫 第二期是一九年推出 這叫第二期大基金計畫 那兩項都是以失敗高中 要不然就是破產的破產 要不然就是先進製程上卡關 要不然就是從台灣招募一些高階人才 結果這些人才全部都回來了 因為根本就沒有用 只有相關的人過去 但是相關的技術和設備都沒有到 所以但是大陸有因此而放棄 目前的半導體發展方向嗎 其實沒有 它只是一個換一個角度 目前更著重於研發和進數人才的培養 它不砸錢了 它是光看你在學術上的技術 以及人才海外人士回來 能夠帶給你多少技術 來進行資本的投入 所以大陸其實政策也在轉變 然後國外 歐洲 美國 也在開始確立自己的法源依據 這就會讓台灣其實是有點壓力重重的 所以我們也是看到這一次 蔡明傑苦口婆心的呼籲政府 希望可以設立一套法案 或者針對IC設計上游 來做一些補助力道 這是值得大家來多追蹤的一些方向 所以就目前看起來 其他國家都是國家的一個力道在支持 但我們台灣呢 因為你本來就做得很好 就讓你自己在那邊自生自滅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當然有一些這個大佬就出來 希望這個政府再多加把勁幫幫忙了 非常謝謝廷好 我們看到了這個是在半導體 特別呢 希望政府可以給一個 台灣版的晶片法案來支持